台中市新社区的白暖郡水利工程 是由日本祭司基田千雄在1932年设计兴建 不但解决新社地区的缺水问题 也造就了地方农业跟观光产业繁荣 所以每年的10月14号 都会有白暖郡支付基田千雄的纪念活动 又称为白暖郡无化节 台中市政府在2018年10月9号的记者会中表示 今年的10月14号活动当天 将在新社区九曲沟志洪池缓冲绿带区 举办白暖郡无化节 也会邀请基田千雄的家属来台湾共度佳节 日方我们每年都有相当的代表来 包括家属还有金泽市的代表 那会一起来跟我们一起来纪念白冷郡的文化节的活动 也会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仪式在10月14号 台中市文化局也在记者会中 安排一场生命之水的舞蹈表演 也会在活动当天 邀请泰雅园舞工坊 跟新社国小金贝谷演出 还有人工智慧AI机器人 大型触控装置跟木亚等方式体验活动 这边他们的制风池 减白冷郡的细水池 两个光灵的建设 台中市政府表示 白冷郡在日据时代 曾经是东亚地区最伟大的水利工程 有丰富的人文跟历史背景 所以今年的白冷郡文化节 现场有特色文创摊位 跟美味小农的绿色带区 欢迎民众前来参观 感受鸟语花香 饮水思源的人文氛围 记者陈文旭 杨静台中报导